大家好 歡迎來到傳說老人的傳說對決 我是拉阿夫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 是凡恩 在魔龍路的表現 我們都知道 選擇強視角 是上分的密碼之一 凡恩是每一個人 一開始就會有的角色 也是現階段 在職業賽中 非BAN集選 的射手 凡恩之所以 現在是強視角 是因為他的被動 進入狩獵狀態 讓他的每一下普攻 都是強化普攻 在單挑下 很容易 以弱勝強 前期雖然送了兩顆頭 還是不影響我們 單挑拉威爾 收了拉威爾 來了穆加爵 當然 我們的隊友也來了 配合克里希和梅娜 我們再收一顆頭 吃個補包 再來拆塔 我們要小心 不要在塔下 打到對方英雄 梅娜強行進入拆塔 我們過去支援 我們過去支援他 收下拉威爾的人頭後 我們不要深追 盡量站在梅娜的後面 梅娜進就進 梅娜退就退 在魔龍路二塔收了甲蟲和愛麗絲後 再收個復活後的拉威爾 給對方來個S 再次跟梅娜 和兵線走 對面來了兩個不用怕 先抓衝在前面的菲類 可惜 已經木家爵跑了 這個甲蟲應該暈了 沒有第一時間撲下來 又是一顆頭 因為對方剩三個 卡恩也來了 所以我們上前清兵線 等我們的兵線到了 就順勢將對方主堡拆掉 在7分多中 取得勝利 兩軍對戰 一邊拿手槍 一邊拿機關槍 用機關槍 的一方贏 是正常的 所以用強勢角贏了 有什麼了不起 也不就是個本來就應該贏了嗎 而且 這場贏也是大家一起贏 你會覺得這場 反正的表現有多好嗎 並沒有 最後我是拉夫 我們下次見 掰掰